Hello,大家好,我是玲玲 這次的主題主要是適合沒有時間 但是有想要學習很多知識的人 如果你正好是一位上班族 那這次的影片所提到的技巧 能夠幫助你在下班後一小時當24小時在用 這本書叫做下班後一小時的極速學習功率 作者是一位韓國人 他利用下班的時間在短短10年內考取了10張證照 包含金融分析師、美國註冊會計師、不動產經紀人等證照 每張證照都不太好考 但是作者掌握了學習技巧 還有避免掉入四個容易讓學習失敗的原因 才能讓身為忙碌上班族的他 可以在短短時間考到這麼多張證照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來聊聊 為什麼大部分的上班族 都沒有辦法有效的利用下班後的時間 來學習的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沒有掌握事情的先後順序 我們很容易把最不重要的事情 擺在最前面先做 反而最重要的學習被耽誤了 比如說你把生活中的瑣事先做完 剩下的時間再來學習 一方面也會壓縮掉很多學習的時間 另外一方面也會讓你的精力消耗很多 那你沒有辦法專注在學習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你已經確定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要學習 那你就應該把學習這件事情 列為最重要最先做的事情 第二個原因是將目標定的太高 有時候根本沒有辦法做到 雖然有時候對於目標可以稍微定的比預期還要高一點 但是在設定目標之前 還是要先考量到現實的狀況 否則目標過高的情況下 很容易在進行的過程中 就讓自己失去信心 最後就放棄了 第三個完美主義 雖然說追求完美是人之常情 但是有的時候過於追求完美 反而會讓自己消耗大量的時間跟精力 到頭來可能會壓縮到其他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所以在一開始追求目標的時候 建立可以遵循80、20法則 先用20%的精力去努力達到80%的成效 如果還有多餘的心力 可以再慢慢的將80%的成效 往上提高到90甚至是100% 第四個是上司學習的意志力 從我們出社會開始 除了努力賺錢之外 還必須要面對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 比如說家庭狀況、結婚、生殖等等 有很多都是突然間發生的 很容易會打亂原先設定的學習計劃 這加上有些事情可能會讓心情受到很大的打擊 時間久了就會慢慢消磨掉學習的意志力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重新規劃計劃 反覆地將目標記在心裡 不要忘記為什麼當初你要開始這個計劃 以上四個是上班族經常在學習上會失敗的主要原因 這四個坑你踩了幾個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並且從現在開始就要避免這四個坑你 接下來針對學習 我們來聊一聊上班族怎麼樣才能夠提高學習的效率吧 首先要來講講第一個技巧 是前面一直有在提到的 就是設立學習目標 這真的是每個人成功的人士都會講到爛的 但是即使是講到爛還是會有人做不到 所以不要嫌我囉嗦 我現在就要再講一次 在學習前一定要為自己設立一個清楚明確的目標 比如說你現在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要考取一張會計師的證照 有了這個明確的目標之後 接下來你就會明白該如何一步一步規劃達到你要的目標 你可能會知道你必須要去補習啊 或者是買哪些參考書啊比較合適 或是在你學習成效不佳的情況下 因為你有這個明確的目標 所以能夠讓你有一個動力堅持下去 那麼在開始正式學習時呢 要先瀏覽內容的大綱或者是目錄 對有興趣或者是比較重要的章節 可以挑出來快速的學習 這也可以先對學習的內容有大致上的了解 之後從頭開始正式學習時 才能夠用最少的時間快速理解內容 第三個技巧是放下對所有內容理解的執念 因為學習任何事情一定都會某一部分是你怎麼讀也讀不懂的 所以這時候其實不用這麼執著 一定要學會這部分的內容 你可以將這些時間拿去學習其他比較容易理解的知識上 或是可以將重心放在理解核心內容就可以了 否則你會讓自己浪費很多時間跟失去信心 反而對學習沒有任何的幫助 第四個技巧是跟著節奏學習 什麼叫做跟著節奏學習呢 你想像一下你現在正在聽音樂 在音樂中有某一些地方可能節奏比較輕快 某一些地方可能比較急促 所以在學習上也有某些地方是很重要的 某些地方是相對不重要的 並不是每一個部分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練習像節奏一樣 針對重要的部分多花點時間學習 在相對不重要的部分快速瀏覽 接下來來到第五個技巧就是利用週末深度學習 如果你是一個上班族 你一定非常明白上了一整天的班 回家後非常疲倦 能夠專注學習一個小時就一定是非常厲害了 但是有些內容在平日精神狀態不佳的情況下學習 效果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如果要進行深度學習的話 最適合的時間是在週末 除了精神狀況的良好之外 你能夠有充足的時間學習較難的內容 第六個技巧就是善用通勤的時間學習 例如搭公車、坐火車或者是自行開車的時間 可以是交通工具的狀況來選擇學習的方式 例如閱讀或者聽音頻 以上六個技巧你都學會了嗎? 上班族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 要擠出一點時間來學習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希望藉由這集的影片 可以幫助你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學習 相信這麼努力的你 一定能夠一步步邁向自己的理想人生 如果這集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就幫我點一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幫助更多的人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記得是全部的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內容 如果你想要看文章版本的 我把部落格文章連結放在下方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凌凌,下次再見吧 掰掰